打在了地上要考驗 林祖傑他沒有辦法 球之後是穿過了二游防線 他面對到王偉誠讓他腳快 所以三游圓結上來講不敢守得太深 那這顆球只要不守得太深 最後形成穿越安打的機率就很高 王偉誠連續三場比賽敲出了安打 這也是他本季第111隻的安打 這個變化球被許晉鴻帶到右半邊 放向這櫃子打得蠻深遠的 最後是一隻安打出現 終結了連續12個打數沒有安打 而且這一棒是一隻二壘安打 幫助忠信兄弟在這場比賽掀持得點 這也是許晉鴻今年球季打回來的第42分 這顆球對於分譯師來講 他知道自己是這個變化球沒有投好 有點類似像單子的取球 他那隻球的位置真的是太高了 他整體那種下墜的幅度不夠 所以打者來講的話 面對到這種速度感來 並不是很快的變化球 即使位置再高 他還是有辦法很快的出棒去打到球 就好像球停在這個比較高的位置 就是你從感覺上會覺得 欸慢慢慢慢有點過來之後 你這樣出棒的速度就去漲合 哈囉 大家好 我是青鴻 真的好久不見啦 在嚴峻疫情這段期間呢 也謝謝大家辛苦了 跟我們一同的齊心抗議 接下來呢 終職復賽 請各位繼續幫手裡 加油 乾杯的咩 rac offered 可以 溢哥 請 超ков